153集 其实这胖乎乎的男生倒不是信不过林宇 只是他以前拔过牙 疼得半条命都没了 留下过阴影 所以现在他才有所迟疑 何老师 真的不疼吗 胖乎乎的男生小心翼翼地冲着林宇问道 是不是个爷们 算了算了算了我来吧 何老师你帮我瓦瓦 我这口牙你随便瓦 就当我为医学做贡献了 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立马站起身来说道 众人哄笑一片纷纷自见 老师我来 我也没问题 别闹何老师说了给我瓦 胖乎乎的男生一听急了 生怕被别人把这机会抢走 迅速地跑到讲台上去 林宇呢 欣慰地笑笑 她来之前还真没想到这课堂气氛会如此融洽 来 张嘴我看看 林宇让胖乎乎的男生张开嘴后 在她的嘴里面看了一眼 随后冲安妮说道 安妮小姐 你也过来看看吧 安妮没有拒绝 走过来看了那胖乎乎的男生嘴中的取耻一眼 她点点头说道 情况比较严重 确实需要尽快拔掉 那么按照你们西方的方法 应该怎么做呢 林宇笑眯眯地看着她说道 像她这种症状 我们需要先进行消毒 随后麻醉 分离牙齦 拔除 止血 安妮回答道 需要用到什么器具吗 林宇接着问 当然 不然怎么办 安妮皱着眉头 看傻子一样地看着林宇 除了牙科综合治疗机 还需要骨膜分离器 牙挺和牙钳 那我告诉你 我只需要几根银针 你信吗 林宇笑了笑 随后从包里 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针带 往桌上一摊 露出数十根长短不一的银针 你说呢 何先生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安妮痴笑地看着她 林宇呢 没再说话了 招手叫过来一个前排的男生 给他自己的工作证说道 去 到学校药房 抓一位白鸡过来 男生点点头急忙跑出去 不多时便拿了回来 林宇吩咐胖乎乎的男生 坐在椅子上坐好 随后 他将他的背上的衣服掀起来 露出整张结实的后背 林宇呢 取了银针 在胖乎乎的男生背后几个穴位上扎了几针 然后吩咐一声 张嘴 胖乎乎的男生赶紧张开嘴 林宇啪的一巴掌 拍在他的后背上 胖乎乎的身子一动 从嘴里面 飞出一个异物 在地上一弹 滚到了门口 安妮吓得急忙往旁边一个闪身 他定睛一看 瞳孔猛地放大 他发现 滚落在门口的竟然是刚才的那颗坏牙 他面色一白 有些难以置信地望了林宇一眼 众人也是一片哗然 纷纷激动不已 真的假的 一巴掌牙就下来了 我去 这变戏法吧 太不可思议了 神了 你再过来看看 他的牙床有没有出血呢 林宇冲着安妮笑道 安妮急忙走到胖乎乎的男生跟前 发现他裸露出来的牙床泛着血红色 但是却没出血 这 这怎么可能 安妮咕咚一下咽了口唾沫 额头上渗出了丝丝冷汗 安妮小姐 或许这对于你们西医来讲很奇怪 但是 我们中医来说很普通 只要将人体的十二根筋脉研究透彻 便能以刺激穴位的方式 止住身上任何一个部位的出现 林宇说话的时候不禁有些感慨 其实何止是安妮理解不了 哪怕现在很多的中医医生 恐怕也很难理解 华夏五千年 中医博大精深 浩妙无际啊 但是时间的洗涤 西医的打压 致使其流损惨重 现在流传在后代手里的 已经是所剩无极了 如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一个简单的拔牙方法 竟然也成了一条奇象 林宇叹了口气 把白鸡揉碎了 让胖乎乎的男子含在牙床缺口处 帮他把后背的针拔下来 嘱咐他过一会儿就吐掉 经过了今天这堂课 安妮彻底被林宇的医术给震惊到了 同时对中医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听课的一众同学们更是兴奋不一样 纷纷称呼林宇为神医老师 下课之后 很多女学生都兴致勃勃地 围着林宇问东问西 直到打了上课铃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何先生 没想到您第一次当老师就这么成功 林宇一出教学楼 发现安妮竟然还等在门口 没有离开 他们以前只是没有弄明白 自己学的东西到底有多伟大而已 林宇面带微笑 对于中医 她没有必要谦逊 何先生 话不要说得太满哦 只能说现在遇到的病症 都是你拿手的而已 安妮笑眯眯地说道 心里还是十分不服气的 在她看来 现在中医不过是 能入得了她的法眼而已 同西医相比 还是不值一提 何先生 不知道你中午有没有时间 我想请你吃顿饭 顺便探讨一下有关于史密斯先生病情的问题 安妮呢 诚恳说道 她这次来华的主要目的还没达到呢 如果能把史密斯先生痊愈的方法从林宇口中套出来 挪为己用 那她就可以为米国医疗学会做出突出的贡献 整个米国医疗协会在世界的地位将更加稳固 父亲退位之后 会长自然将非她莫属 林宇呢 眯着眼睛望着她没说话 安妮的心里有些慌 以为她看出了什么 急忙说道 你放心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感到好奇而已 我会保密的 年纪轻轻便能坐到副会长的位子 除了自我能力过硬 以及家族的关系 她还善于利用一个女人天生的优势 美貌和谎言 对于那些贪图自己美色被骗的男子 安妮没有丝毫的愧疚 在她看来 他们是咎由自取 甚至很多男人认为能被她骗 是种荣幸呢 不过可惜的是 他们到最后都没能以亲方泽 作为一个聪明女人 安妮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越得不到越珍贵这个道理 好 林宇望着安妮美艳的面容 最后还是轻轻点头答应 安妮选的地方 是一家高档的西餐厅 只有她和林宇两个人 并没叫其他人 何先生 现在没有外人 您可以跟我说一下 您是怎么将史密斯先生 医治好的吗 安妮有些迫不及待地问 安妮小姐 是您吗 这个时候突然旁边传来了一声惊呼 一个身着黑色西服的男子急忙走过来 眼里满是兴奋之情 安妮皱了皱眉头 没想到出来吃顿饭都能被人认出来 她转头一看 认出眼前这男子 突然脸上一喜惊讶到 是你 安妮小姐好久不见 没想到您来华夏了 我正准备要去美国拜访您呐 西服男子恭敬地说道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